Layu聊世紀天天的不幸 大家好 我是Layu 今天來看 勢必是黑森林團戰 OK 這場面賽也有Viper跟ACCN 還有這個 欸 這個我看一下 TEMO 喔 這也是團戰的高手之一喔 好 那這裡可以看到 現在葡萄牙已經拉了兩隻 欸 單位過來 但是赤猴快要死了 但是保佳莉亞也是拉了兩隻村民 想要來打團戰 掀扁村民 好 那這個赤猴卡位 但是被村民一拳打死 兩邊的赤猴在第一時間就掛掉了 桑花這裡也是喔 桑花也是拉了兩隻村民過來 那現在紅色跟綠色的 赤猴砍村民砍得很快啊 哎呀 灰色ACCN偵查過頭啦 保佳莉亞反而被打爆了 現在這裡輸有點危險喔 紅色的肉碼會不會先被砍死呢 ACCN這邊肉碼沒有控好 沒有先打殘血的 好 沒有關係 看一下下面這裡 下面這裡兩邊是打完 哎呀 橙色這邊好像是打贏了 好 繼續往前推 好 紅色叫他退 ACCN的刺猴現在有血量優勢 這邊高打第一反擊一下 肉碼不敢繼續打啊 這裡還差兩刀 9滴 這個綠色剩9滴 ACCN還有17滴血 好 ACCN這邊是暫時放棄了 要去前面圍架 那這邊可以看到紅色 這邊是決定插一個哨戰 還有伊索比亞嗎 隊友 欸 沒有伊索比亞 紅色的隊友沒有伊索比亞 但是藍色的隊友有這個伊索比亞 那有伊索比亞的話 哨戰就不需要石頭 比較省 那如果這邊投資了一個哨戰的話 待會再補個石頭 才可以開下3TC開農 好 那不知道這邊是拉兩隻村民 開始在敲木牆 但敲敲想說 啊算了 你該這麼多 我還是直接拉木牆吧 好 放棄了 好 那這裡其實離他家很近喔 這兩個礦區可能會對青色造成不利的影響 好 好 ACCN這邊拉兩隻村民 要過來玩街了 紅色到這時候還沒有圍家 這樣子 ACCN就偷了兩隻村民的經濟 好 經濟稍微補了一些 好 紅色決定在上面開始圍 但是這兩隻村民一直往裡面走 哇 這張地圖超級難防守的 好 紫色也拉了一隻村民過來圍下家裡 上面這裡也要拉一下 好 最後赤猴還是被ACCN的肉碼給打倒了 但是也被一拳被村民給扁死 ACCN這裡是稍微拿到了一點優勢了 村民開始壓出來 上面的木牆也是蓋到一半 好 這裡有可能會轉彎打塔弓嗎 先去射一下路如何 射路 OK 把路射掉 射掉 射掉 好 這邊紅色拉了非常多村民 想要阻止ACCN做點什麼 還是要回去打個練呢 這邊村民繽紛兩路 ACCN這邊是要準備升級了嗎 欸 沒有 難道這個是要TC爆了嗎 勃勃人TC爆了 優勢只有村民移動會比較快 好 ACCN拉了非常多村民到了前線 看一下前線蓋... 牧牆狀狀況如何 這邊村民一直一直一直走得過來 ACCN這裡很多村民 紅色不知道該怎麼辦 直接把村民往後拉 其實他可以往後這邊直接蓋 大家不想要損失自己的村民 好 這邊兩隻村民開始在那邊搞事 那邊殺人家的路 太狠了ACCN 太無情了 好 這邊看一下村民大戰 ACCN這邊村民打架 帶個1換1 好 這裡有一隻村民殘血回家 這隻也是殘血的 好 兩個隻村民趕快走 好 紅色在後面 補了一個均銀 看起來是要來打點洛馬派攻嗎 但是現在自己經濟不是那麼好 好 按個洛馬可能會有點壓力 但是他是立陶宛 城市中心會躲100肉 所以暫時應該還能打 好 這邊可以看到ACCN兩隻村民也被逼走了 好 村民繼續鬥 村鬥就是一直打 一直爽 好 這邊高打第一 村民傷害不錯 OK 這邊稍微反擊一下 後面的傷害 欸 牧場又蓋得起來了嗎 ACN這些村民能夠逃回去嗎 這裡村鬥得很厲害啊 看起來ACCN稍微要落入下風了嗎 村民數好像並不是那麼多 也沒有TC爆成功 好 這邊再高打第一 擊火一隻村民 由於全獸 收掉了 好 上面的村民也拿掉 右邊的ACCN城鎮中心家裡附近 一片狼藉 太慘了 好 這裡就打出了一個洞 繼續用村民打架 現在仗著伯伯仁村民移動速度的加成 但現在只有5%加成 以前是10% 但是到了封建時代呢 ACCN這邊村民也是會變10%的移動速度加成 所以這裡 伯伯仁打架來說的話 是稍微有點優勢的 好 ACCN把殘血村民全部往回拉 好 這邊繼續打架 好 這邊是這樣 要把這個圍起來 蛤 這個橘色 有點有想法耶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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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想幹嘛 想要把陸群圍起來嗎 好 這時候Viper已經開始要來補魚了 準備雙TC 好 肉量補齊之後 有木頭就去開始補魚 有補魚的話這個肉量 前期還是非常雄厚的 好 這邊終於圍起來了 ACCN這邊村民只能 被迫交戰 但是紅色立陶宛人也不甘失落 好 我就是要跟你堆 村民跟你打起來 雖然我沒有移動速度的優勢 但至少這裡是我家 村民也是 逃不了了 好 ACCN這邊村民越被越快越少了 好 這裡有一隻村民在這裡 複打一下 哇 燒民還在打 還在打 ACCN的村民越來越少 Viper這時候村民來救一下 應該是路趕完了 但是這裡血量很殘 稍微繞一下 現在ACCN所有的村民 回頭打一下 欸 ACCN 這邊差點被騙到 好 右邊這隻村民殘血也被收掉了 哇 ACCN應該是這把最慘的人 村民只剩下23村 但紅色也是啊 只剩下23村 當然不得不說 ACCN村民是不是保持得真是好啊 這裡大量殘血村民都活了下來 那剩下這裡面的村民 欸唷 我還回一個回馬槍 直接收掉了ACCN的殘血村民 這裡回馬 哎唷 被扁了 再一刀 完蛋 剩下兩滴血 好緊張好緊張 還在追 這邊可能要打破出去了 紫色並沒有把村民繼續放在這裡蓋房子 很快就要被打破了 這裡沒有上大石牆啊 應該是來不及 綠色打破這個牧場之後 往裡面蓋了石牆 上方ACCN還在跑 但是幫Viper這邊增血了 非常多的時間 下方這裡也是偉大石牆 兩邊都是直接進行了 一個正常的開農階段 但是 欸 這個Esobia內加 轉出來的東西是槍兵配工兵 開始要來處理一下紅色的村民了 好 本來這裡有蓋一堆軍營 但 這裡軍營 經濟沒有喔 也不能幹嘛 這隻村民在這邊想要搞事 好 看來在搞事之前 自己的經濟就要爆炸囉 欸 村民往下走 但是工兵已經來了 這邊工兵要一直盡情的走A囉 好 下方這邊 ACCN在蓋木門 還有房子 怎麼這裡有一隻村民啊 唉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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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來是 涼涼的 工兵射得很開心 工兵經濟損甘爆炸 可以再一拳 收掉 ACCN終於這邊打出了一點優勢 工兵射光了 立陶宛的大量村民 只剩下22村啦 甚至連ACCN的村民都不如啦 剩29村 ACCN這邊想要再繼續往前 但是內加是西班牙人 已經展出了火槍 西班牙征服者的火槍很麻煩的 傷害極高 想要點掉嗎 OK 不能停下來了 會被工兵射光 完蛋 兩隻都殘血 哇 這個西針血量掉很快啊 現在西班牙征服者太害怕 太害怕射了 遠防太低了 好 現在內加也被干擾到 西班牙人該怎麼反擊回去呢 西班牙人這邊要趕快去把自己的經濟給拉起來 然後家裡也不能被騷擾到 哇 藍色這一坨工兵進來 又再死個幾村了 好 西班牙征服者放出來 先趕快射掉對方的工兵 哦 殘血的 要不要帶他走呢 ACCN 這一波村鬥 居然打出了架子來 瞬間把紅色給搞爆啦 好 讓隊友內加 藍色開始用工兵壓制對手 那這邊 藍色要再往前補射箭場嗎 也是先暫時這樣就好 好 兩邊再對射了 好 這裡有補生鋁嗎 有 趕快補一隻生鋁 好 讓生鋁來補下血量 好 這一招下方也是都在弄 好 庫曼 Viper這邊也是弄得很開心 好 這邊已經點下了城堡是在 好 這邊 搶奴兵 射速很快 嗚呦 瞬間點掉兩隻吸針 李索比亞的攻擊速度就是這麼誇張 好 這裡還有一隻工兵在騷擾 好 射掉了一隻 好 這邊已經開始圍死 立陶安這邊孤立無援 現在要升到封建時代都很困難 好 上方兩家直接倒光 Wipe有機會把隊友救著回來嗎 好 工兵直接走進來不演了 哎 就是要走進來 XA 好 又射掉了一隻 好 現在村民全部都擠在一團 綠色已經擋不住了 好 去騷擾 Viper 哇 這個 T-E-M-O 真的是團戰高手 看他在團戰的表現都還蠻不錯的 這一把還有打出了一個驚喜 一加工兵 三加貫穿 連 Viper都要遭到 貫穿的命運了嗎 好 我們繼續往前A 哇 Mipe最近抽選速死了有點多 以索比亞的弓卷手射的速度實在是太快了 哇 射光 好 Mipe這邊傳出了一些騎士 但是這邊漁船 被發現 尷尬 哇 這邊村民想要躲箭矢 好 被剪掉 好 這邊 弩兵過來 好 看到騎士 開始甩攻一下 甩掉一些數量 好 Mipe開始集結部隊 保護一下漁船 好啦 結果騎士好像被風箏到死了 尷尬尷尬 騎士有點在下水餃子感覺 這裡工兵還在秀 還在秀 又射完了 這邊射到是漁船嗎 好像射外 射到漁網 沒有關係 不管是射漁船 還是射漁網 都很賺 好 再頭工兵 終於沒有要空了 好 這裡要準備 繼續進攻第二波嗎 看起來 沒有要繼續 接手貝亞家裡 一片繁榮 好 這裡 立陶宛終於升到了 城堡 欸 封建時代 連城堡還沒有 好 這裡有工兵 想要攔截吸針 但吸針數量終於起來了 終於可以開始變回去 好 萊姆這邊被破出兵 4TC可能沒有辦法開下來 或是直接雙TC農到底 有這個可能性嗎 雙TC農到底 經濟感覺不是那麼的好 好 ACCN這裡也剪下城堡賽了 待會可以3TC開農了 ACCN前期跟對手打了很久的架 好 這邊開始感覺到不妙了 趕快補下大石牆 這個城門可能撐不住太久 還是需要點弓兵來防守一下 好 一生到城堡時代 ACCN先補下了一根城堡 TC也補下了 好 紫色跟青色好像稍微有動作了 開始來補城堡 這裡也補了一個城門 準備要從下方進攻了 這邊有升級中型投石車嗎 看起來沒有 待會升級中型投石車就可以開路了 不一定要從正面進去 好 這邊是寶兵 這個炸藥蟲能夠炸到嗎 哎呀 強迫了 趕快殺進去 但是ACCN這邊防守守得很棒 這邊加上Esobia的弓兵 應該可以讓西方這負責給逼退 ACN的防守做得很棒 完全沒問題 Esobia這邊的弓兵也是 這個血防做得很漂亮 這邊C的血量都墊殘 第二個招銅就來了 好 下方這邊也開始有動進了 開始用火炮慢慢拆除周圍的木牆 好 這邊要低調 讓隊友去炸一下這個石牆 好 炸個一顆 再來一顆 可以嗎 可以 炸破了 趕快進去 但是這邊石牆圍得很快 ACCN有看到 但是有點維持一彎 這邊要趕快繼續拉牆了 哪裡在搶的血量比較少呢 哎唷 都很多耶 哇 ACCN這邊的反應真的是太快了 趕快再補一個大學 後方居然出現了弓兵 趕快回頭打一下 好 但自己的矽增數量也被削減了一些 好 這些弓兵爭取到了非常多的時間 大學也蓋了一半左右 好 這邊果然在開路了嗎 MIPER這邊開路 開得很驚險 知道這邊要往下開 但是這裡到處都是城堡 紫色這邊有所防備 而且馬去 反驅弓 也準備要來升上去了 重裝騎士12點傷害 7加5 這個馬弓還是馬扎爾的 重裝馬弓的基礎傷害 是最高的 重裝馬弓 好 開到這裡 這裡馬扎爾有要離後面那一坨兵嗎 這裡下去好一段路才可以遇到敵人家 這裡並沒有上地視角 所以並不知道這裡的路到底還有多遠 結果通車車第四點被點掉 完蛋 馬扎爾變成奧鐘之鞭 遊俠子的原地折返 結果開路開到自己打不贏對手 木桃在這邊轉出大量槍兵 好 大量槍兵怎麼辦呢 這裡沒有盧炮 只有很多馬臼而已 這裡馬空從這裡藏用驅直路 尷尬了 開路讓敵人溜進來啊 好 ACCN這邊轉出了弱攻 反制西班牙征服者是戳戳猶豫 這邊直接用大量的遊俠體質優勢 碾壓了過去 但是這個窄口是真的窄啊 其實馬空 還算能打 因為這邊遊俠能輸出的面積 就只有四個遊俠可以輸出 所以這邊如果有高地的話 稍微高打低回去 打遊俠是很OK的 哇 台本跟大量遊俠直接被射爛 反驅攻就是這麼的猛啊 這時候紅色突然在出奇事了 哇 這邊突然 殘血的村民還活著啊 到處居然都有馬舟 結果一個半死人 還可以做點事情 做事不錯 稍微騷擾到了 伊索比亞家裡的內徵狀況 但是BIPER這邊已經守不住了 這裡大量馬攻 66隻 這個很難夾得住啊 馬攻數量實在太多了 BIPER這邊是升級了重型投石車 準備要來直接給他一個大碗的 這邊遊俠出來 能夠截掉巨型投石機嗎 拆一刀 再兩隻出來 截掉 遊俠遇到反驅馬攻 真的是扛不住啊 好 上方看一下 伯伯倫 ACCM 開始 回殺了 西班牙人被迫轉出了戰毛兵 去反制洛土工兵 不然西班牙正不得打洛土工兵 其實是蠻虧的 好 這裡 又有個開路了 橘色從下方開路進來 蓋了一根城堡 好 橘色這邊是寶加利亞人 出槍兵配上重型投石車 好 非常適合這個文明的打法 但是一遇到火炮可能就不太行了 好 白白還在獨立抵擋大軍當中 上方的狀況如何呢 好 ACCM這邊還在努力進攻 看能不能斷掉紅色的貿易線 西班牙人這邊也要趕快 去努力把自己的戰線給防守住才行 不然這裡再被打進來 可能就要損失非常多的貿易車隊了 所以選擇自滴 4級 讓隊友的貿易車隊往回 好 這邊友俠後面想要斷他後路 讓他不能從這個洞回去 好 這個做法確實有效果 紫色被迫繼續拉馬弓 但馬弓數量已經佈滿50隻了 友俠後面又一坨 想要後面包操 Vipe這邊的友俠包操 好像要達成了 應該是搞定的 這一波 好 繼續包 這裡馬弓出不去 全部被包得死死的 友俠在旁邊四處亂串 OK 再幾刀就能 收死完畢 搞定了嗎 好像搞定了 好 阿扎爾這裡是迅速 被收桿 馬弓完全扛不住了 好 這邊工程很關鍵 如果能拿下ACCNZ跟城堡 將會對隊友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助力 大家趕快先把火炮點掉 哎呀 火炮還是點掉了巨型頭C 城堡血量是700多D 好像要被修了回來 尷尬啦 這個火炮沒有第一時間被點掉 希望征服者 現在很麻煩 火炮全部把巨型頭C給點掉 AC見城堡 最後還是守住了 好 看一下後方 這個少量馬弓 少量遊俠也是過來救一下 好 點掉台火炮 看起來 ACCNZ這裡 應該是能進攻成功了 因為立陶宛這邊打的是馬弓阿 怎麼會打馬弓呢 立陶宛打馬弓好像是在雷阿 對方都已經是勃勃人了 而且是伊索比亞人 打馬弓正是賊烈士阿 不如打個戰毛兵 打個塔盾 遠防池的戰毛兵 可能比西方的戰毛更強 更能抗這個箭矢 立陶宛好像打得不是很好 好 這邊看到下方 橙色布塔 這邊用槍兵繼續進攻當中 但是看起來有點難進攻了 保夾利亞人這邊 防守防得很極限 拿兩槍兵過來 但是保夾利亞強項的並不是槍兵阿 還是要轉點 重型投資機繼續砸後面馬弓呢 然後轉出血液步兵 會一個不錯的效果 而且他步兵也不用升級 但是保夾利亞人並沒有這個強法 這裡遇到大量的馬弓 投資車要過來解決一下了 這裡還沒有點攻成功程師 後面砸個一發 馬弓上前 砸 哎呀這個馬弓走得漂亮 回繞一下 順利收掉兩台投資車 正面Viper總來幫忙了 看了一線遊俠上來夾一下 立陶宛這邊是沒有辦法 阻止對方蓋寶 好像可以 這個ACCN的城堡應該是蓋不起來了 這時候ACCN的伯伯人轉出了弱駝 好 羅頭稍微被壓制了回去 因為遊俠數量死來太多了 VIP的遊俠狂暴 那下方城堡中被拆除 馬弓這已終於就到了下方 旁邊進入了大後期 伯伯人這邊經濟來到113村 還沒到非常完全體 那還是可以出一點兵幫忙擋下前線的 那反正是伊索比亞這裡有點尷尬 繼續出弓兵嗎 那就弓兵還是要繼續出 現在打不贏應該是弓兵太少 但是伊索比亞人又不能按太多弓兵 因爲這裡開始要跑貿易 貿易車隊要趕快先按起來才對 不然待會黃金消耗完了 就沒得按貿易車隊了 就只能耗買賣了 這裡戰貓 開始壓回去 單路口有點麻煩 這裡上方的馬弓 就27隻 終想通了 轉出了戰毛兵 一套人點下帝王斯戴 菩薩拉這邊的火炮塔塔弓 開始被反擊回去了 上方開了一條路 Vipe這邊才方便過來支援 中間這個通道也被堵住了 暫時槍兵過不來 這裡大量戰毛 開始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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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咻 射光了所有的駱駝 這裡駱駝好像有點卡不太住 不是駱駝 西班牙好像卡不太住 好 馬公趕快下來救一下隊友 是嗎 立塔蘭這邊生存空間非常的狹小 這邊大量戰毛兵 伊索比亞在捆黃金當中 捆黃金全部跑完了 就可以再回轉轉一些火炮 或是強弩 好 正面 Viper這邊有點擋不太住了 葡萄這邊打的是槍兵配上火槍火炮 把一個火器線帶化陣 大量槍兵造成遊俠的進攻效率可能沒那麼好 遇到大量火槍也是被射光 後面還有火炮塔 這邊增傷的很快 好 火槍順利解掉 這些遊俠 Vipe這裡有點難進攻了 看上方 上方好像沒有太多的想法 大家都在跑貿易當中 好 Vipe的貿易使用來到了43台 村民只剩下52村 然後配上56個 漁船 好 這裡馬弓 開始往回推 馬扎爾沒有想要轉遊俠的意思 好 伊索比亞開始黃金 開始跑起來了 開始轉回強弩 還有強弩打馬弓就很快 戰毛兵演示了 可以在這裡套玩轉馬弓 中正是遭用意識違和 用意識大 好 後排的火炮進去輸出 這裡火槍稍微被推理回去 包加利亞人槍兵數量實在是太多 好 這裡三台中頭 火炮會不會看到嗎 要不要點一下重頭呢 好 這裡盤群弓 好 馬扎爾不是用馬弓過來燒 而是用槍兵 AC線上方的陣地站 快要突破立陶宛這裡了 好 這裡馬弓數量越來越少 好 這裡馬弓數量越來越少 好啊 AC實驗的大肉馬 已經衝到立陶宛家裡 立陶宛已經全面失守 現在只剩下C吧能夠夾 但是白扎爾這邊也是自顧不暇 這個遊俠跟槍兵一直慢慢淹過來 好 不是遊俠 這個馬弓跟槍兵 卡 怎麼辦怎麼辦 看起來 傷防似 沒有辦法 有抵抗能力 AC線的肉馬已經衝了過去 西白亞這邊 轉聳兵都不太好打 轉戰矛的話打不贏肉馬 轉火槍的話打不贏對方的強奴 跟戰矛還有火炮 那VIPER這邊 庫曼就只能打遊俠 遊俠的話也不能打 不過對面槍兵這麼多也很難打 還是要轉一些清茶呢 但以阿拉伯來說 黑色雲來說的話 庫曼應該轉重頭 會更好 但是這邊槍兵直接淹過來 一直拖遠著VIPER的阻力啊 好 這邊騎士 終於升上去了 看來還是要轉遊俠 希望要轉遊俠 中後期才比較給力一點 好 沙曼吃東西被打爆 馬上我的大師匠大偶像還是有動 好 下方這邊還在跳恰恰 想要打進來 但是這裡兩根城堡 助手得非常好 上面肉馬之後還是溜進去 好 這裡遊俠來幫忙一下 白牌的遊俠往後衝鋒 但是一手BR也轉出了大量槍兵 最後只有少量留俠衝到後排 好 VIPER這邊的支援並不是很明顯 家裡還有一堆槍兵要處理 好 這時候VIPER打出了GG 下方還在55開 上方已經倒了一家 一槍也是爆掉了 好 我們恭喜 這邊馬扎爾 伊索比亞 還有普太亞 勃勃的拿下遊戲的比賽勝利 好 看一下這個經濟 經濟是由VIPER拿到資源最多 貿易率率也是最多的 VIPER這場正是農了個開心 出了個遊俠 但是發現對方轉大量槍兵 跟這個反驅馬功 確實不太好打 一直很難有機會可以反推回去 那隊友的部分是直接爆炸 所以沒有辦法很安心的往回推 甚至是要一直去救隊友 伊索比亞這邊也是打得很好 這邊出了大量的奴兵 重頭也出了 扭力彈射器 還有配上這些槍兵 繼續往西棒這邊推進 也不是太大的問題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